李旺亦无情正常的动性婚姻收获 进去到综合团体的建立的冠队 台湾南部基督教令明和天主教加以教区 今天就联合用理会收集婚来订阅 要求支持庭信这项国案 以便进行社会队列和不安 第四收集婚的经纬 现在有这么多关联与传统的看法 有这么多不一样的地方 他也希望对到这个案子有不一样意见的名称 要找出一个并平点 让人类的演技更加并合 台湾基督教和天主教人士 今天就联合全联络委所在婚合博博物厨 联合选择反对当成婚姻的司法案 台湾南部基督教令明发表赦民进出 这项司法案是与所在委员的个人信念 一旦司法通过将对家庭带来重大的创业 因鉴于目前民法亲属篇部分条文修正草案 已于立院议读通过 然此议题在全国尚未有一定之共事 仅因少数立委的个人信念 不顾多数人对于同性婚姻之疑虑 强力推动入法 法案之通过犹如少数人操纵多数人之意见 并且此法一过影响甚至 并对于家庭带来莫大的冲击 基督教认署国际委 我们国应该坚持一南一路 一夫一妻的婚姻制度 派遍社会队列 比较让一代能在正常的两性关系中行动 本联盟认为 我国应坚持一男一女 一夫一妻的婚姻制度 除了避免立法不公与混乱之外 更让台湾的下一代 在正常的两性关系中成长和发展 以促进台湾社会之安定与进步 天主角方面 今天要由各自教副副主角五中元 发表反对的立场 并且强调 这一样影响尽管的手法 应该进行专民公道 让全体国民来做表决 婚姻制度对下一代的影响 非常深远 应该以最严谨的态度 让全台湾人民了解 第二 在现行一夫一妻制度下 可以透过单点修法 保障同性恋者的权益 我们并不是忽略他们 第三个 同性婚姻的修法 应该透过全民公投才能够进行 整体组合团队的意见表达 李维索的本身为 世代无线 很多观念和看法 也有所改变 以希望大家可以出入平行点 让人们可以平和安静 觉得现在是个民主的时代 每一个人的想法 还有每一个人的声音的话 都可以透过不同的管道出来 我们就尽量 我们就尽量的话 把不一样的看法 不一样的意见的话 看能不能找到一个平衡点 让双方的话都可以接受 然后整个人类的文化 还有民主的演进的过程的话 可以很平顺的和平的 综合团队最后降到 当然婚姻可以单点修法 但是不需要 将传统的婚姻制度也修改掉 让婚姻制度 适期应该有的要素 记者以名为 曹王博德